Hello 大家好 我是Yuki 好久不見了 今天看到這個場景就知道我要說關於浴室的事情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平日放假家的護膚程序 平時大家可能會配合美容宜來做一些護膚 今次會配合6 Plus這個功能的美容宜 主要它上面可以做清潔 下面這裡是按摩 後面就是照燈 今天這邊面會配合6 Plus這個美容宜 而這邊面就會就這樣做落妝 深層清潔和面膜的程序 那我們現在開始 現在皮膚本身其實是有少少底妝 還有滑眉 還有唇膏 我現在一來就洗了這邊面 就這樣我就會用普通一個遮妝gel 我就先在這邊面做清潔 好 大家現在看到我這邊的妝已經比較溶感了 那我大約按摩了一分鐘 那我另一邊就現在用這邊的清潔頭 來做一個遮妝的部分 大家看到它的清潔頭其實有兩邊 這邊就比較做一些強烈一點的清潔 這邊就會比較軟一點 細緻一點 我主要可能鼻的角質比較多的地方 就會用這邊來做清潔 那我現在就震了 其實就開始擠了一些產品在上面 普通有11個模式 那我喜歡就加大一點去做清潔 用這些 用刀刀來做清潔 好了 做完第一步洗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臉是完全下了妝 那我自己摸 兩邊的鼻翼方面 其實是用了這部洗面機 這邊的鼻翼是很平滑很滑 沒有凹凸凸凸的感覺 而這邊就這樣用卸妝gel 其實還是有些少少鞋濕濕的 因為我這個T字的部位 鼻邊是比較多一些粉刺或者一粒的感覺 然後下巴這些位置全部都摸上很滑 那我們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那這邊就用了洗面肌的膚質 這邊就普通用了卸妝gel的膚質 我自己覺得用了洗面肌洗完的皮膚 是比較明亮一點的 然後我現在再洗多一次臉 因為下完妝之後大家記得 無論是什麼下妝產品都最好洗多一次臉 剛剛用洗面肌洗完這個臉之後 這邊的粉刺有少少沒了頭 我自己雖然是乾性肌 但我自己也挺喜歡做泥面膜的 因為其實甚至是乾性肌 但皮膚上也是很多的髒東西在 我覺得你是吸走一些髒的油份 然後再補充一些漂亮的油份 是很重要的 深層清潔面膜的一個小貼士 通常我會配合洗面肌 是容易清潔的 就這樣用水過 現在就濕了整個臉 現在就沾濕一點洗面肌 其實深層面膜是這樣吃了我的皮膚 所以其實很難洗 我不知道平日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對比起就這樣過水 你沾深層清潔面膜 沾濕了一點之後 再用洗面肌打圈清洗 是快很多的之後過水 另外現在就想給大家看看 做完深層清潔之後的膚房 這邊是用了洗面肌 這邊是沒有用洗面肌的 我跟大家說了 射完之後 這裡不是有些白色的粉刺浮出來的 這邊就沒有的 做完深層清潔之後 這裡其實是帶走本身浮出來的粉刺 而這邊本身就沒有浮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現在勤望 有很多好像黑色的一點點 就是很底層的黑頭粉刺 其實深層清潔面膜 已經帶走了部分的 飛出來的一點點的感覺 所以其實現在都很滑的 但是這邊明顯它的清潔力是高很多 那些白色黑色是沒有了的 現在看到是一個非常光滑的鼻光 做完深層清潔面膜之後 就要來敷Cream Mask Cream Mask我會配合一個按摩手法 通常如果翌日要上鏡的話 我就一定會做 因為翌日會立即看到 你明顯臉的輪廓是突出很多的 其實平時按摩可以用一些按摩油 或者一些比較潔身一點 就是可以按得久一點的面霜 但是我自己有時候懶得 我就喜歡敷保濕Mask的時候 來做這個按摩的 按第二下就是按摩的 我們現在就進行這邊面的按摩了 大家要認知按摩有幾個地方 就是所有東西都要順著淋巴帶走的 這裡先按第一下 第二下 其實這個位置大家平時不知道 是否有很多水分積在這裡 之後是人中 按一下按上去 這裡額頭是推上去的 按到太陽穴 停一停 再拉回去耳朵後面有穴 你平時按下去會酸酸的 然後再拉回去 頸子 排走毒素 然後再做 不停按 按 我就把剛剛的Mask 塗均勻去 我就大約敷多15分鐘 這邊就是剛剛配合了按摩 大家看到嗎 它是提升了很多 而這邊就是 掉了下來 脹的位置是這個 這裡是這個 大家看到嗎 那邊明顯看下去是明亮很多 而這邊因為沒有做按摩的關係 血液循環是沒有那麼好 看下去就會比較暗 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 剩下的保養步驟 大家都一定熟悉 化妝水 精華 棉霜 這些 卸妝做好 按摩做好 面膜也敷好 剩下來還有一樣 很多未容易會有的功能 就是照燈 現在看到的就是清潔模式 和按摩模式的正面 反轉就會看到一個小燈 旁邊有個太陽的按鈕 紅光主要是適合熟靈肌膚 調理肌膚的彈力 和延緩肌膚老化 也可以給皮膚消炎殺菌 然後再按到下面的黃燈 就是可以提升肌膚量 維持肌膚的健康 再按到下面的藍燈 就是升級進化 主要就是可以舒緩鎮靜的肌膚 令肌膚冷靜一點 一部機仔有三種美肚楚光的模式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不同的功效 來選擇不同的光 最想要暫時是尾巴 那我就用黃燈照給大家看 那就大約照三至五分鐘 上大鼻開眼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就做一個整面的對比 一邊左邊面就是完全沒有用過美容兒的 連右邊面就是用了美容兒之後的效果 好 來拉近一點 這部洗臉機其實不止一般的洗臉機 外型非常可愛 它有三種馬卡龍色選擇 我這次選擇的就是粉紅色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無線充電的 所以是很方便帶去旅行 細細部放進袋子裡搞定 如果有興趣想找一個攜帶方便 一吸就吸到的美容兒的話 又集齊了一些不同的功能 都不妨可以參考一下色PLUS的美容兒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可以叫我即時出生意 想分享我更加多 即時跟大家分享一下Facebook和Instagram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拜拜